天气渐渐转冷了 那么餐厅业者为了要抢这一股双肌 也推出了麻香红旬养生锅 是以中药熬制这个汤头 而馅肉上吸附着麻油当归的香气 促销价现在一锅只要99块钱 就是希望能够用低价格来抢陶客 麻油枸杞汤头倒入红旬锅 麻油香气突鼻而来 盖上锅子焖煮个五分钟 香喷喷的红旬锅让人身子都暖了起来 新鲜肥美的红旬吃下肚 嘴里还散发出淡淡的中药清香 人参 因为我想人参是补气 那狗形的是顾眼睛 那我们把这些中药材合在一起 然后让每位消费者吃起来 都有暖呼呼的感觉 不让五星级饭店专美于钱 台式餐厅业者抢商机 这一锅麻香红旬锅促销价百元有找 五星级大饭店则是打出吃到饱促销价 真的炒的都有 平均吃七只就回本 天气渐渐转凉 秋蟹东旬大战打得火热 餐厅业者寄出好康吸引顾客上门 活跳跳的新鲜螃蟹搭配养生食材 低价促销 抢工暖暖商机 中年新闻黄宝彤许少平台北报道